原本兒子房間整面牆殘 遭水泥灌破 抬頭一看 天花板也扭曲變形管線 全都掉下來 地上磚瓦散落一地 整層樓幾乎面目全非 財產損失根本無法估計 換個角度看整個屋子 左半邊一片斷圓殘壁 雖然幸運沒有人員傷亡 不過屋主強調 發生公安意外的事發當下 相關單位竟然是完全一副 事不關己的態度 讓他不能接受 住戶氣氛難平 因為事工單位還一度想繼續作業 只好拜託市議員 從中協調公務局才下令 緊急停工 三重建案的灌漿作業 竟然灌到隔壁民宅 迪迫出事發生在七號下午一點多 大頭南路這一處鐵皮屋工人正進行水泥灌漿 結果因為事工不慎 讓水泥永幸隔壁住家 差點將隔壁這一家人當場活埋 建物拆除時有產生一些損失的狀況 那這部分我們也都依損程序入案列管中 看著這裡破碎的家 屋主育庫類早在拆除老屋時 就已經有零損糾紛 沒想到這次也因為灌漿作業 害家中被灌滿水泥 後續賠償作業 建商也得負起全責 市府也會協助受損戶追究到底 靜新聞林佳儀 四六尾 採訪報導